我来到北京已经快六年 而在燕园里学习与生活也有近三年的时间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服 自然是文明侠儿 而北大的校园燕园 更因为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不然不知 作为北大的留学生 可以说我喜欢北大却更爱燕园 今天我就带着大家 领略一番燕园里形为人知的文物与历史吧 北京大学的校园 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 燕园的主体是书春园 书春园原来是圆明园的副处园林之一 其实最早的书春园并没有多少可观之处 一直到了乾隆皇帝把他赐给了和珅 和珅在这里大兴修气 书春园才变成了当时绝冠近世的私家园林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大学最最著名的卫明园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座石坊吧 别看这座石坊 它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当年和珅看到了义和园西路由皇家所造的石坊 羡慕不已 所以他得到了书春园之后 就在这里开凿了卫明园 并在湖边仿造了一座石坊 可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石坊 显然不是一座完整的 只剩下底部的十只几座 因为在1860年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 这座石坊上的木赤阁楼 同样遭到殃及 毁于冰险之中 另外 卫明湖边还静静地躺着一条鱼 这条石鱼原本不属于渊源 它本是渊明园中 西洋建筑群里一个大喷水池的装饰物 劫后余生 它被清朝的贝勒买下 并运到了朗润园 燕京大学1930年半的毕业生 将此石鱼买来送给母校 从此 它就在卫明湖中安了家 虽然风雨沧桑 雾是人非 然而 眼下的烟园 仍然是一片清新 朝气蓬勃 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子 会聚在烟园里 探索着最前沿的学术课题 交流着各种文化信息 在此我也跟大家分享一段 我在研究生期间所习得的梵语诗歌吧 我期待在教会里面对方的学生 在历市里面对方的学生 它会议成功的 希望能力 在我们的学生 成功能力 在哪里面对方的学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